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新一集的人類圖明人案例 我們今集用了一個新朋友 Hello,我是Sita Sita是我們新的人類圖學生 由今天開始我們夾問人類圖拍攝 希望找一些初學的朋友 跟我們一起做個分析 然後我再做一個講解 但是開始之前 大家知不知道我們世界盃的明人案例分析 你已經如火如荼進行 大家有沒有看? 有沒有看? 當然有 我們拍了哪兩個? 斯朗 就... 美斯 斯朗拿道和美斯的人類圖案例 我們應該已經放了上網 應該會有一個合盤 大家有機會去查看一下 我們的分析完全根據人類圖 可以看到斯朗拿道和美斯有什麼成功之處 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今天我們要分析一個新的案例嘉賓 知不知道是誰嗎? 斯朗?你是勇將 EAN Chang 現在非常開心 我們有3.9點AMPM的EAN Chang 在我手上 我們立即開始 好了,斯朗考考一下你 上了我兩行人類圖 看看EAN Chang的圖 你看到什麼呢? 其實他的圖是非常特別 也非常好估計的 嗯,很緊張 嗯,我就看他邏輯中心和頭腦中心 3AM就比較空白一點 其他時間都是有著色 代表他如果是3AM出生的話 就是有想法 沒有想法? 空白了嗎? 是不是這樣說了? 是 有顏色是怎樣的呢? 有顏色就比較有想法一點 多一些東西想的 嗯,對啦 大致而言,是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呢 普遍最多人會搞錯 尤其是初學人類圖 頭腦中心空白 著色 最重要是很多想法 和好無想法的意思 其實EAN Chang的確是一個挺好估計的 就是因為他在同一天裡 很多的轉變 或者類型都有轉變 3AM的時間 頭腦中心空白 比較願意聽人說話 不是真的解好無想法 反而是比較願意 聆聽他人的聲音 聆聽他人的意見 他願意看到哪一件事好和不好 我去選哪一件事 我去使用 但其他時間 頭腦中心 羅汁中心是著色的 換句話 他的想法能量是很強的 你也說到的 既然很強的話 就會很容易堅持自己的想法 堅持自己的念頭 然後很想別人 跟著他那個方式去做事 想法的狀態 嗯,原來是這樣 好,我們繼續下去了 下一個你看到的是什麼呢? 下一個就是喉嚨中心和G中心 好啦,跟著斯塔利說的G中心 的確是有參考的價值的 因為G中心完全空白 所以說呢,Ian Chan是四個時間 都是啦 所以挺肯定 是一個空白的狀態 空白的G中心 就會令到人家有種疏離感 因為很難給到一個歸屬感 凝聚力他人 或者換句話說 G中心空白是不是沒有朋友呢? 不是 這個不可以這麼說的 都可以有很多粉絲 都可以有很多朋友的 這個G中心空白的人 就只是 我不認識你 我沒有見過你 我不認識你 我沒有了解過你的情況下 我產生一個負面的感覺 我就是不喜歡你 就是不妥理 G中心空白會有這樣的狀態 大家又覺得 在Ian Chan上 可以套用到這個情況嗎? 我覺得 都的而且很有參考價值 好,接著我們看上去的戰骨 就看到分開了兩種 A.M.沒有著色 是投射者 A.M.有著色 是生產者 Sitta,你覺得 A.M. Chan陳卓妍 是生產者還是投射者 應該是生產者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看上去 是密密耕耘 然後去工作 很勤力 那些 OK,我覺得有點可愛 這一個來的真的有上課 各位朋友 剛才我剛才一開始 也有說過 Ian Chan陳卓妍 是比較好說的一個盤 不過 我不應該先入為主 我不認識他 我也沒有見過他 我只知道生日那天 分開了他做 A.M.的投射者 P.M.的生產者 熟悉他的朋友 或者真的很熟悉他的粉絲 應該會感覺到多一點 投射者是他 不是很喜歡 落手落腳做的 只手滑腳 比方向人 比靈感人家 那個人去那裡做 那個人做那樣東西 會有一種感應的方式 這樣的方向 P.M.的生產者 應該是密密耕耘 剛才說得對的 密密耕耘 很害怕事情做錯 很害怕事情有不對 很害怕事情有不準確 有一種失誤的狀態 生產者有一種 慢慢來 慢攻出細波的特質 普遍來說 投射者和生產者有這樣的分類 所以剛才也說過 熟悉E.M. Chan的你們 是身邊的朋友 E.M. Chan的同事朋友 你應該會知道 他應該會比較像 A.M.的投射者 還是T.M.的生產者 最後一次 都是生產者 是嗎? 我覺得是 我先當提吧 我還有一個問題 想問一問 不是你上課說的 不過我自己看書 看書也看到 說戰骨中心沒有著色的人 多數都是性慾強的 是不是? 性慾強 哈哈哈哈 這個有點尷尬 E.M. Chan曾經營的性慾 我是不清楚 因為都是那句 我習慣不認識他 亦不認識他身邊的人 不過 在人類圖的角度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知道 E.M. Chan的性慾強 在戰骨上有一個參考 如果是A.M.出生 P.M.出生就有著色 在人類圖的角度說過 戰骨中心胸白的人 會比較放縱 他的慾望 他很有趣的時候 就會進呼 這種狀態 可以有另一個表述 當他在享受 他很喜歡的性慾強 可能會不斷不斷放縱 使用這件事 去進行這件事 如果你要連接的話 都可以連接到性慾強 但是這樣說 所有人無論有像式也好 沒有像式也好 戰軍 你都需要保養 不可以過度使用所有東西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但只是在人類圖的角度 A.M.出生可能會比較放縱自己使用性能力 但P.M.出生就會比較克制的狀態 但沒有一個絕對的對作為好 越壞、越壞、越弱 一個人的性慾 應該有很多體質可以看到 無論身體的狀態 但是基因的傳播 遺傳了很多很多 應該還有其他 當然人類圖 是可以看到很多性上的關於這些東西 但只看一個戰鬥 就太少了 大家有興趣之後 我們再說多一點 對了 另外我看到他閘門和通道上 有22和55這個通道 是不是代表他很有才華 你意思嗎 22和 不是 為何飛了彈燈 沒有電 彈燈沒有電 好了 我們看完這麼多能量中心 不如我們看下去 看看閘門和通道 Sitta 看到甚麼特別 我看到Ian Chan有22和55的通道 是不是他很有才華 很有創作性 上課不聽書 22是閘門 55才是一個通道 先糾正一下 跟我分清楚 閘門是一半的 通道是兩邊閘門 而不是一線 成為一條的通道 就是這個情況 這是甚麼閘門和通道 再說一次 有才華 有才華 好好的 雙唐 即是如此形容 22和55是一個 才華相關的通道 但我必須要這樣說 聽到他 是呀 Ian Chan很適合做明星 藝人這樣的狀態 可以這樣說 但這樣說好像 媽媽是女人 我們現在看到才說 但 再說回來 才華有很多種 明星是其中一種 就算是演講 運動 音樂 音樂 有些觀賞性質的東西 都可以叫做22和55的一個能量 這是一個很適合別人看見 觀賞心 馬上有情緒感染力 這是一面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22和55 情緒感染力很強 代價就是會令人覺得 嘩 他不容易相處 情緒氣泡很厲害 一時就很開心 一時就很不開心 很難觸摸的狀態 一個很極端的感覺 所以這也可以說 另外一個轉頭 叫做藝術家脾氣 有這樣的狀態 在我生活中的Ian 又會打排球 又會作曲填詞 真的非常之有才華 好了 說完這個之後 我們看看他 有18和54的雜物 這個上課未教到 是甚麼意思 好 問得很好 18和54的確都是 Ian Chan和陳卓妍 四個時間 都一定會有的雜援 兩個特質會放大了 剛才我們所說的藝術家脾氣 18是關於完美主義 有些強迫症的特質 54是有野心的情況 你想想一下 跟剛才藝術家脾氣 難相處有甚麼關係 完美主義和有野心 那你可以好好發揮他的音樂事業 嗯嗯嗯嗯嗯 對嗎 對 發揮音樂事業 那跟藝術家相處有甚麼關係 這樣想下去 很獨特 多數創作者都是比較有藝術家脾氣 好 不好意思 突然想到你沒想到的東西 其實可以這樣說 一個就是強迫症的原味主義 它會令自己很用心去做一件事 做到最好的狀態 是好事來的 令它有一種登上巔峰 感上天花或是催毛求痴的情況 但它放在自己身上就好 放在別人身上 人家可能會覺得它有一種 真的剛才剛才所說的 催毛求痴 雞蛋裡挑骨頭的情況 另外一個 54號有野心的習慣 它是自己給自己的 但當人家感受到它是很有目標 很有野心 很想做到向上爬的效果 又會令人家不舒服 也可能會加強了 剛才所說的難相處的特質 記得 所有事情都是無絕對的 人女圖經常說這件事 全部都是傾向性 這個加上放大了難相處的特質 反而對於它來說 就要相對地留意 這個東西 我怎樣發揮我的野心 和時間不會令你太不舒服 這個就是它學習的課題 最後不如說說陳卓賢的人身角色 考考你先 最後陳卓賢的人身角色相對簡單 全部都是24 24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24跟我一樣 2是比較內向 4是比較外向 但是 那它到底是外向還是內向呢 上課還沒跟你說到的 拆開來看 2是一個有趣的人身角色 2是一個很自己的 藏起自己不想理人的人 4是相對地一個很平衡 和很多人玩 很多人怎樣平衡都好 都可以令到他做到很輕鬆的 處理到這個效果 剛才初學的你們 見到24就發瘋了 又內向又外向 是什麼狀態呢 其實呢 數目自己先後自序 有分重要性的 二是走後 他的重要性是大一點 4號呢 走後呢 他想像是比較潛意識 比他內在的自己 那是什麼意思呢 陳卓賢自己一個 很需要私人空間 自己是一個 給自己去 去me time的人來的 不過 他很有能力 去跟不同的人去 social 其他的人走眼看下去 第一眼不會覺得他很來向 給自己的 那這個狀態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他自己都覺得自己 social 不停迫自己 跟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social 熟也好 不熟也好 粉絲也好 不停跟很多人交流 來往 如果這樣的話 他沒有留足夠的me time給自己 他又很辛苦 因為其實他很容易爆煲的狀態 對他來說 怎樣去釋放壓力呢 其實當時不是這樣 就是這麼複雜的一件事 就是留一個充足的時間給自己 自己一個 Bang 自己 自揮自己 那這個可以說是陳卓賢 一個最適合 給自己去舒緩 或者是輸休息 或者可以令他有一個 更好的創意的方法 都不頂加 好啦 那今天呢 Ian Chan 陳卓賢 你粉絲啊 說得差不多了 你覺得怎樣 正 正是比較正呢 我又不清楚了 因為坦白說 我正在人類圖的角度去看 這個名人 這個藝人的狀態 你們不同的粉絲 會有不同的抗議程度 對他有不同的了解 那你們有不同的想法 comment告訴我 我想知道 你們的連結了解是怎樣 甚至簡單一個 你覺得是AM出生 還是PM出生 AM的投射者 PM的生產者 完全不同的狀態 你覺得 嗯 他是哪一個會近似 多少少 不妨留言